三十九歲的林德遜Alex 在去年十一月 與拍拖五年多的圈外女友結婚 女女林明在今年三月出生 Alex作為新手爸爸 自誇臭女友一手 不過最困難是幫女女洗澡 我試過一兩次 但要洗多一點 未好熟手 每次都會少少倫倫盡盡 那餵奶和素豐又有沒有難到Alex呢? OK的 我自己很誇張 我餵到整條頸都歪了 習慣到了 為了令女女愛上音樂 早在太太陀B的時候 Alex已經實施胎教 自彈自唱各種歌給女女聽 我晚上有個習慣 有時如果我睡著 我有一個小型的木吉他 我就抱著她去彈一些歌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歌 中文歌都有一兩首 自己歌我會彈的 有一首歌叫《Magic》 或者有一首歌我寫給我公公婆婆 有時都會彈 在女女出生的時候 她更向醫生提出特別的要求 其實我們都有要求 想她一出來我可以彈吉他 給她 因為我記得媽媽抬著她的時候 她說每次我彈吉他 她說她覺得寶寶是很安靜 我們就有個想法 她一出來 第一次接觸到的聲音 是可以有回到裡面 她在裡面聽我們彈的歌 不知道這個記憶對她 將來她會不會有影響到她 有女脈是足的Alex 現在就計劃為女女寫歌 她還提到當年 爸爸林子祥的溫馨臭小事 她有要我們學彈琴 即是跟老師 但她沒有教我們 去到很大個先 她知道我開始寫歌的時候 我第一次有跟她說 我有寫自己的歌 有幾次她說你彈給我聽一下 那幾次可能我彈了一些歌 她覺得很有趣 那陣子她又會分享一下 她那陣子寫了什麼歌 其實我也有一個夢想 就是可以真的一家人一起唱歌 我們都沒有試過 我講的是全家 全家就好啊 即是加上妹妹 step by step 先看個個夾得開不開心 如果夾得開心 然後又可以分享 最近Alex就跟鄭嘉嘉合唱新歌 Drifting in the Hyperspace 欲有一名五歲女女的嘉嘉 在她用心的培養之下 女女都同樣愛上音樂 對呀 而且因為我們最近演出多了 我都會帶女女去 然後女女是會學習我們的Dance Move 一起玩 然後會唱我們的歌 我覺得有音樂的小朋友成長 會開心很多